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灵奇 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 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幽灵教义 我们在第3章困了这么久了 我都不知道 我这游戏我没通关过 之前我没通关过 前面我是玩过一会儿 但是现在就是剧情到的地方已经超过了我曾经 在18年的时候玩的内容 我后面的 剧情我完全不知道了 所以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章 我也没去看这个 我一般玩游戏不太喜欢去提前去看 攻略或者这种东西 因为我还想体验一下原居然为了这个游戏 然后 现在我们要干嘛 我们现在换的地方 我们现在换到这个 圣地亚哥来了 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们都离得好远啊 我操 我们再往那边飞 是吧 那独剩先不要动 电视官去伦敦 去杜柏林也可以 然后把他们散开一下 那个 敦煌和弹头 散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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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头去这 敦煌去这 还有谁在这里 冰锥也在这吗 没有吧 碎骨和裁缝在这边 碎骨和裁缝散开 冰锥是因为有无线电 所以他要去 是吧 那还要谁 那个双子做逃兵赌胜 双子做到 到下面去 逃兵在这 赌胜 赌胜也去中东 去科威特或者巴克达都可以 地方有一名特工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 有没有升 有升级的 赌胜又升级了 赌胜有个 有个演员 战斗直觉 那个 战斗直觉 扩大移动范围 冷却 藏身术身边混速度 毒气云 防护腐蚀性物质 聚焦界能源时间降低 冷血也可以 或者快速恢复也可以 可以点个快速恢复 这样他万一受伤了 他在医院里面治疗的快一点 毒气云的有害效果 防毒面具或者是这个伤发组织 腐蚀性物质对护甲 腐蚀性我不知道 毒气云 要不点个毒气云也可以吧 冷血 点个毒气云吧 要不就只有这几个 逃兵升级了 逃兵有一个战斗直觉 一个震惊 还有舞蹈加 全员体守卫关度 减少闪避的意识消耗 舞蹈加可以 这个要 敦煌升级了 他有一个舞蹈加 然后天赋异禀 这个要点了 这样他升级会快一点 然后还有谁升级 弹头升级了 弹头有一个战斗直觉 然后是定制设备受虐狂 续命高手 舞蹈加 舞蹈加 都点这个 然后装备 不用吧 等会我们可能就要靠这几个人了 因为我们都要靠离 基地比较近的 这样重新部署的话会快一点 这两个已经快快玩了 完了以后 主要是有人 这个也不用 工作间要升什么 下一个 我们正在升 我们正在升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升 我们说没钱了 没钱了 但是先不省吧 没钱了 我们下一个看要是什么 额外这个不要 护照模板 这个是不是可以要一个 中级眉申策略 只用是定位工具 中级眉申策略 潜入任务 被选频率 提高线人高价值文件几率 精选线的洗脑流程更快成本更低 进阶战术侦查 造影造影过滤其实也有必要 人体 这个我倒觉得 造影过滤其实可以 等会等一个造影过滤吧 人体改造室的话 不知道贵不贵 要不我们是等身个人体改造室看看吧 如果万一很贵的话就我就算了 我看一下 因为洗脑 他不是控制语吗 他怎么就洗脑了 正在洗了 brainwashing 洗脑是 删掉所有过往影响和秘密 效忠关系的记忆 洗脑是不是能把它变成我们的特工 还是说必须要用这个 转化 必须要转化是吧 那有点难 必须要用转化 破坏者 我现在不能生 只是眉身策略 眉身策略是 把它用完以后把它放出去 然后在战斗中 该特工加入我防阵营 战斗之后他没有说 我也没去查 我感觉不是很有用 我先这样吧 有三个情报 OK 有三个情报 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好像是 长远处只剩下一个八千块钱的阿勒波了 这里 其他的地方还没有 还暂时没有 没有刷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情报吧 OK 这个不是这个 是联合体检报 这个西沃根斯坦 最后防线 箭手 加 干嘛 障碍物 没有 对照组 常曝光 猎头者 拉布兰奇 没有 结神 低语护士 硫酸硫黄泉 同管乐队 还也没有 没有 我们这个符合特工太多了 中级MK 对啊 中级MK能不能加加槽位 升个槽位吧 我感觉 有点挤 每次都要扣我们这个风险 有点麻烦 看一下啊 只要人体改造是有槽位 但是我连这还要是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 对吧 都都没有 需要省起这个 风险铁太快了 西伯利亚有可疑活动 让 让裁缝去看一眼 信号分析要拉一些信号分析 我觉得比 看了线让我们可以少一点 就是 少深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们信号分析这个东西很有用 信号分析啊 他 他 他 对吧 诶 是在哪里 在这个通信这里 他在这之情 他他他每隔 11个小时就能够 收发到一些情报 收到一些情报 非常好用 比线让好用多了 景山司机 黑盒子 地层标记 黑盒子在这里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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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没有了,这里,喷气流交汇点蓝,这儿,对照组搬供订,对照组好像有,OK,没有了, 这儿也可以活动,碎谷去看一遭到审讯,OK,审讯把它就毙了,审讯是空姐没钱啊,直接毙了,让特工永远消失,直接审讯,审讯加快,加快时间已经加快,不能再更快, 通古斯火山口,在这儿,拉布兰奇星座,温差饮水区,幼儿园,二府,没有, 硫磺泉,锁降,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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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ok 没有了 就2000块钱了 下一个生什么来着 生那个 噪音过滤 噪音过滤 噪音过滤生了 哎不对 噪音过滤 还是人体改造式 噪音过滤 噪音过滤 我觉得挺有用的 这种无效情报 你看这种 哦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新的悲选常人处 新悲选常人处 我看一下 它是1000块钱 风险很高 那没关系 我们换就是了 没什么大问题 换就是了 我们直接生那个人体改造式吧 要不就 我感觉无效的情报好像也不多 因为本来线人就不多 是这个 试试看 看这个怎么样 完了以后 还有钱 我们先审恋人吧 然后我们看 开始要把提升我们特工等级了 要开始一些进行性的训练了 因为这个 升级的东西慢慢也少了 情报分析啊 这没用 好 人体改造式升级完毕了 得了个成就 要全面开动 人体改造式可以提高特工的基本战斗能力 你还可以发现更高级的组合技能 难度更高的效果也很好 OK 明白 我们以这个逃兵 逃兵不行 是吧 单头有个化合物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东西啊 AMPEA 50块钱时长一小时 所需化合物 阻断化合物 卡普 什么东西是吧 它的作用是增加 就是 强化所有东西是吧 强化所有东西 包括 全部强化 那可以啊 那可以啊 这个 那可以啊 一个是南哥可以升 然后 他们这个特长是啥意思 我再看一眼 特长是人体改造速度更快 速度更快 一小时 他们要两小时 他只要一小时 那可以啊 让他们升一下急 对吧 烟尸观和南哥先回来试一下 但是还有 还有更好的 我们或者先等一等 因为他这边不是有更好的东西吗 可以发现 嗯 嗯 无效提醒和更多性人 这样可以改一下 人体 改造式扩建这个我感觉应该不需要吧 暂时不需要 显示以方提方特务活动 委屈人发现地方秘密据典 洗脑流程 这个我觉得我们 降低发现新身份的成本 呃 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呢 不用那个 提高特工暴露前所记载的被怀疑度上线 用这个 研发一个这个 好 然后这边快省完了吗 好 这边已经省完了 是吧 我又 哎呀 我又忘记 哎呀 我又忘记点派出了吗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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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忘记我 老是忘记点这个派出 三八十六 三八十没关系 我们让这个男让让让他先回去 你回去改造一下 南哥这里的这个这个事情也完了 让南哥也回基点 你们俩回去都改造一下 试试看 他们俩有那个改造天赋吗 试试看有什么效果 信号分析又拿了一些简报 我觉得 单靠信号分析就够了 他这个 呃 全面开动了 就是解锁了那个全面开动 应该意思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设施都解锁了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把所有的设施都解锁了 呃 我看一下 我们要去分析室 这是什么 怎么又是这个团伙 幼儿园 什么什么供水市 在这 呃 我们查二负 BW均是什么 供水市 是这样的 没有了 这边 海王 半拱顶 酸性策略 带 某个政客 海王 海王 喷气 然后交付一点 常曝光 没有了 落水管 落水管我记得有的 零行风筝 汽子 竞争对手 酸性策略 干闯污 在这儿 在这儿 来死里 专气股门 节省 哎 谁就是他呀 专气股门 节省 在这儿 没有了 OK 没有了 哎 剧情 哦 应该是那个大班被 被 被强控的控制鱼了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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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盛量 哪里是工具现在 更多 他的武器已经在红色 什么?我们太厉害了吗? 我们应该能够在红色里面 仍然,他没有用于我们的死 他现在是用于我们的利益 你现在是一个好的男孩 现在,泰盘 你有美丽的声音 TaiPan 拿给我 好 大班他被植入了这个控制语 你获得这个优势 在任务中遇到该特工事可以用 唤醒语使其转向我方 OK 然后之后就是要释放这个大班 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控制语的教学 相当于是就是告诉你怎么用控制语的 对吧 我们把它释放掉 大班呢 他植入了一个密谋团控制语 OK 那你走吧 然后你过来审讯一下 哦,他释放还一小时 马个鸡 释放还一小时 马个鸡 这有可疑活动那个独胜去看一眼 好 大班已经被释放了 我们 来审他 我们再来审这个人 这样总算没风险 等待大班传来这个 传递这个技术信息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了 好 然后刚刚是西伯利亚这个裁缝这边搞定了 是吧 裁缝你回来 这里也是也是现任 ok 好我们这个男哥回来了 男哥来 来玩一下这个ampea ampea叫什么 叫做什么 卡普 高童是吧 50块钱挺便宜的 而且你看他是 六九六十多 然后用了他以后就会变成七十八十多 然后这个这个是全部都都增加 好像有点牛逼 我们试试看吧 看看会怎么样 缓业度上限增加了 看一下主动师 现在都安全 ok 我们再看有什么可以升级的 没有我们就去找特工 那么我们就是那个 无效体型数量给他降低掉 对吧这样 升完这个以后 我们再去升什么增加线人啊 啊 是那个是那个 先别生现先生这个 高价值文件 抽三千块 高价值文件 看一下他现在是 啊都都都ok了 我们暂停一下看看他 看看这个南哥 果然全部全部增强了 对吧 怎么还有个被怀疑度啊 果然还在全部增强了 好我们现在有钱了 他是不是可以给他升一升战术什么的 就看谁有什么战术 他是一个高级武器天赋 我看他能不能升一个高级 有没有高级武器 有这个 18个小时 450 他高级武器天赋 他是可以使用这几把枪 是厌世关 厌世关等会回来 没关系让他回来就行 然后看还有什么 他是一个夜间行动天赋 三级 夜间行动天赋好像我们这里没有 是吧 没有没有就先不要动 敦煌有一个联络战术 他是联络战 还有一个是黑色行动武器天赋 四级的 我们暂时没解锁 他是一个城市行动天赋和一个射击移动战术天赋 射击移动 射击动战术是这个 把冲锋枪 这个 二级 双子座 那等会双子座回来也升一下 我们把这个 人员好好的升一下 城市行动是什么 没错 他是专家武器天赋 那我们没有那么高的等级 现在没有解锁 三级的一个高级武器天赋 隐秘行动 这个 也是这个 稍等一下吧 也是高级武器天赋 你们这都会高级武器天赋 是吧 挺好 这些这些就暂时先别动 因为他还 这个要换换专精的话 换专精我觉得没必要 等会要先把艳势官升一下击吧 让他先那个下 我们把南哥先派回去 还是晚去还是晚南哥 你搞完就回去 水讯完了以后 找到那种新化合物 我们看看有什么效果 现在有些人可以用了 对吧 这个会降力量敏捷 但是加奈利护角 这个是降感知 降意识加那个 我看艳势官啊 这两种是 这两种药物是 不就是 这种是全面增强 但这两种是 他看一下他会增强什么东西啊 大幅增强耐力 但是有那个力量和敏捷会减少 看吧 生命值也会减少 这个呢 减少感知和意识 但是增强其他东西 那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 这个好啊 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 这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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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p a 这个什么东西好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看一下这个逃兵看看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两种 他逃兵是不是接受过 这个 a a a 的这个 你看他们是不能用的 有几个人是不能用 ampa的 有些人是不能用的 是不是跟体制有关系 那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 a a a m p a 就挺好的 你看他这个全部增强 对吧 这些就 有有有降的 降的还挺挺挺挺 挺挺 也不算挺厉害吧 反正就不行 你看他综合属性就非常好 尽量用ampea吧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有人被审讯完了 是吧 枪毙 有个四级专家我就天赋 但是我现在没有专家武器 而且我也不需要这么多人 直接给你 干掉就完事了 好 那个 那个回来了 你看到什么 验尸官回来了 验尸官也用这个ampea 来来来来 弄 弄点药 是吧 喝点药 ok 也是全部增强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 你看这个一下 好 然后给他训练一个这个高级武器 需要18个小时 高级 高级武器训练 对 就这个 看一下 他目前是 没错 给那个高级武器训练的 18个小时 他武器训练好像没有专精了 他训练挺慢的 他是 但是高级武器训练速度更快 成本更低 对吧 ok 家人先不要懂 好 又分析了一些情报 对吧 我就完全靠这个 通信就 通信站就够了 根本就不要信任 要信任干嘛 中英车站分路20年 中兴车站在哪 没看到 翘舍英 拳击手 没有 要往他 白级 全国冠军 精挑 往他来的 七号轨道 翘舍英 ok 7号贵要在那边 咋回事啊 你这个 等会 扯得太远了吧 对 至今还没看到好邻居啊 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层 总要出现了吧 富与阳 风玉阳角 高尔夫球场 电击石 感觉这个也没有什么 中心车站 谨慎司机 一国乐队 一国乐队 声音车站在这儿 没有了 在这儿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假的 这个是假情报 丢一边去 这个完全是假情报 丢一边去 这个应该才是真情报 OK 现在 这个联合体的情报起提了 地狱户是莱斯利 这个应该是假情报的 莱斯利大家都知道 这个钻器拱门 这个钻器拱门 OK 同管乐队 最后防线 在这儿 这很叫障碍 同管乐队 这都是假情报感觉 什么什么美伦代斯 杰瑞美伦代斯 爱找麻烦 最终安息的地方 监督者 领袖 线索 政府 政客 他是吧 这个 那 妻子来了 找到 又搞到两种新化合物是吧 OK 这个结了 看看 又有两种新化合物 一批 一批 哦 他是加力量生命值 但是会解敏捷 也会解东西 这个为什么不行 他需要 dxampea 达 达纳佐 epo是需要接受这个 ampea以后才能够用的是吧 才才才才能 就先要接受他的 然后才能接受他 那达纳佐需要这个化合物 可能我们还没发现 但是我们接受epo的话 他会 他会 他会降一点敏捷 降一点闪避 啊 这对 加一点闪避 但是他会更加强化力量和生命值 力量和生命值 对 对 有没有必要 对南哥来说还挺有必要 83到 其实他们都可以 epo倒是可以用 他只是降低了一些闪避和民间 但是他会更加提升这个生命值和这个力量 不过我走前路有的其实没什么太大比较 我感觉 没事我们再看吧 发现一个银帽加据点和一个新秘密文件 发现据点了 是吧 那再见 主角一个 ok 他会扣我们的钱 呃 对了 他那个是不是 他在训练 我们的验试官在训练 还不能离开 在这儿 miami ok 我们先侦查一下 然后我们的这个 那两位 去侦查一下 那估计下一个任务就是打这个据点 因为大班他暂时还没有传递消息 三千多块钱了 我看一下是怎么怎么办 我觉得把人员升级一下吧 要不就 你不要动 南哥不要动 双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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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他也是要出任务的人 对吧 要出任务的人优先省下几 夜间行动天赋 好像他没有 是不是 应该是没有 ok 那么双子座回来 选一个这个移动设计战术 然后 不对啊 不能学 我马上要出任务了 不能让他那个 没事没事 等他弄了 等他弄了让弹头过去看一眼 发现敌人 四个敌人特工 两个三个在秘密据点中还有一个未知 我们这个要不我们这个灯火灯呢 是你什么好啊 是那个根就是找找现任位置 显示已知敌方特工的活动 看看啊 需要升级看没 我们是这个显示已知特工的活动 看能不能造些别的东西 这个大大 高造影举起枪就没必要 哦对我们还 弄了一个新的 情报上军事太空运用 sdi计划 氧化物 晒伤 我会他已经完全高级武器训练了 这里有活动我们要贴纸去看一眼 现任 这是假情报 OK那我们 开始对妈咪进行突击 人选的话是 逃兵 验尸官 然后 双子座 然后 敦煌和弹头 两人 对吧 这个伯特九和马居应该做辅助 然后再来一个人 他要六个人是吧 有三个敌方特工应该是 有三个敌方特工 要六个人 那么这是五个人 加上我们自己吧 赌胜先留在这赌胜先留在 赌胜去一下这个 巴格达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过去一次 OK 就这样 出这个任务 走 是我们本人 或是这个 验尸官 逃兵 双子座 敦煌 弹头 辅助还是那两位那个 马居和 和那个 波特九 波特九负责狙几 然后 验尸官还是 我看谁潜入比较好 验尸官你手枪是不是不精通了 你会什么枪 你不会手枪是吧 那你别潜了 双子座会手枪啊 但双子座你的 其他枪不怎么样 现弹枪不太好潜入 没关系 双子座反正等会要那个 等会他要 他要生这个 他等会要生这个 不是高级武器 移动射击战术训练 冲锋枪的 干脆先拉个充锋 你 你 你们俩伪装 OK 把之前出任务的一些人的配件卸掉 这这这 你你卸掉 其他人没有问题啊 OK 哪一个穿甲哪一个 阿斯托弹板 弹头上了穿甲弹 敦煌也上了穿甲弹 你的话六脚弹筒 冲锋枪不能用这个 拖弹板 这个可以用拖弹板 你不要用这种小六脚弹筒 拿个大的 然后这个切割轮温六脚弹筒 潜入的你们还是拿个大的 诶为什么 消音器 诶的他可以拉那个墙 没事没事就拉这把墙可以 这个 这不对 手枪加加上海 加这个切割6脚弹筒 然后护甲穿透不要流血效果 这是护甲穿透没错 他是一个减速效果那还有谁拉减速弹 快还回来 手枪拉减速弹 哪个穿甲 手枪拉减速 OK 他是穿甲 罗文 OK 没有了 没有了 他这也没有了 你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有两个消音手枪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 突破突突防的话就是 闯入的话至少可以有两个人往里面冲 对吧 嗯 看一下 两个伪装 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分一下道具 开锁给他是吧 敦华拿一个 哎 真的少一个一包啊应该是跟那个 信条死的时候把一包也顺便丢掉了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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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惜 丢一个这个给他一个这个好 就这样了 够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这里敌人有三个特工 给我们看一下首先是 机密文件和战略品数的还是一样这儿有一个 那个监控 然后 三个监控是吧 这一个节目哎不对啊 就俩监控 这关系 三件控三件控我就说三件控 好然后找一下这个文件的位置什么之类的 这个边到哪 到这 这一个 这个房间的结构其实还是挺相似的跟那个大使馆 一模一样不能说是相似 一模一样 那一楼就就这么点 那一说这不都是公共区域了 都没有东西的我咋 二 一楼就俩 OK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 三 四 五 这个电脑式的 这边楼上都没东西是吧 确实没有 停机屏 三楼呢三楼那个封闭的地方应该有 六 七 OK 七个 OK七个没错 好那么我如果我跟那个差不多的话那意思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公共区 这里 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公共区但是这里应该是进区 这里有一个监控是吧 这边有一个监控然后 看一下 两 这一个监控在这 这个监控在这儿 那我们直接从这个二区过来他们可以管两个监控 看看这个监控可能不太容易进去得要从 正面正面有这个监控头从侧面的话 看这能不能绕 倒是可以绕一下 看能不能进吧不一定能进 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他们可以处理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也不好说哎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我们从二区进入 从22号去进入然后我们看一下区员怎么走 这个我们主要针对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应该窗户全部都是封住的 怎么看都看不到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要上楼的话 只能走这里 或者走楼梯走楼梯你是看不到那我们狙击球狙击枪尽量放在 侦查和狙击枪放在东侧 对吧狙击枪也放在东侧 这样我们可以俯瞰这个位置从这看到 但是我们也可以放到这边了 我看一下二楼要上去的话首先要么走这 二楼应该还好吧狙击枪可以放到这边来吗 看一下 狙击枪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放在这边狙击枪应该放在这边 巨枪放在西侧 东侧放那个东西 万一这上面有碍事的就给它锯掉 OK就这样开始了 看一下这一次厌尸官表现怎么样他是被强化过了还加了训练的吗 加了训练没换墙 看厌尸官在哪厌尸官在这 他在 二楼这个位置你在这干嘛这有什么好用的吗 然后这个双子坐在 已经看到敌人的一个特工在这了 谁看到了 他们看到了这有个特工 敌方有三个特工啊 先看不看一 这么当然可以把它吹掉 而且应该没有其他人看到 一般来说巡逻不可能 对吧 只要看看一楼没有人就行了 因为巡逻一般不可能跨很少有跨房间巡逻 我们先把门关上 我看一下一楼 看一下这个进去 这边都不是进去 这边都不是进去 一楼甚至这都不是进去 这都不是进去 要到这边来才是进去 就说这个地方 这个监控都不是进去 大意了 这个地方倒是一个进去但是 想进去也很简单 因为这外面都不是进去 我们随便可以走 那就方便了 像我们 逃兵 先过来关这个 这边都不算进去我直接进去就完事了 你这个进去没有标记啊兄弟 他是进去的他没标记 还说这个整个这个都是进去 没有啊我没看到有进去标记啊 这是个bug吧你看进去标记在这 这里面是进去 进去都是这个巨矢的让 向向内部的地方才要做进去进去嘛对吧 这是个bug应该是个bug 也没关系没人看到 我们双子座直接过来把他敲晕然后 跳下来让他们 接过去对吧我看一下撤离点的呢 这是一个撤离点那我们可以从这撤退 我们先往这走 那我们先 直接在这寄到他 生女 跳了 好让我们这个散开弹头去搞定这个 这边反正不是进去嘛对吧你往直接往里面走 然后去搞定那个 或者说弹头也可以往前面走侦查一下 这有个警察警察不用怕 平民 一楼有一个平民 这俩平民 或者我们要敦煌去搞定这个 这个监控也可以 对吧然后 敦煌你要扛人了 准备到这个地方来接人 到这了 逃兵搞定这个以后逃兵去那边搞定那个 我这个地方整个是进去这是个bug 看 幸福这警察不会动 靠整个这都是进去 这是个bug他们标出来 逃兵赶紧啊那个敦煌赶紧接了人往这边走 好然后他 这边都不能进意思是说 应该是个意思这边都不能进 都不能进的话等会他们俩撤出来 无面的话我们跟逃兵 要跟弹头一起啊然后 往里面走去里面探 这边因为暂时也没有人我们就看个尸体读啊这边就行 现在是厌食官厌食官的话他在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干嘛这里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在这 你都可以到电视电视机这来都可以 先看一下走廊 走廊安全 我们先走到门口了 看看外面 我外面安全 走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我们看一眼里面 哎 应该走到这儿来 马个蛋 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希望敌人不会有许诺兵看到这两个人啊 这外面有一个有一个特工看到漂亮 哎呀平民看到了 马个蛋 哎他这个 这个毒档的确实我是觉得不怪我他这个标记没做好他 明明他进去画在那边结果这边就算进去就很尴尬 其他的我觉得其他的我的步骤倒没什么问题 对吧一开始是那个 双子座 对吧 就把它敲晕 等会直接背下来看看准情况要不要看准情况 刚刚看到是因为这个 应该不是逃兵被看到了吧应该是那边人被看到了就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 敦煌被看到了 逃兵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 这里离其他人都挺远的 这里离其他人都挺远的 一般不可能看到 然后就是 弹头还是一样的先进去 消灭所有敌队势力 无面跟着弹头一起进去 敦煌在这准备接人 那这边里面既然是进去的话 就我们在门口 在门口总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验尸官的话我们走到这儿来啊不要去那里走到这儿了 刚刚走错了应该走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里面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保护者的兵然后外面还是一样的给个视野这样我们能看到 敌人外面那个特工 他等会下一个会合会在外面现身 这样就搞定两个特工了再搞定 再搞定一个特工就可以把其他人全部敲晕了 里面这些人随便走没关系 看不到 这个特工 这些人随便走 哦 哦不是那个人被看到了是什么人 是楼上的人看到了 那还确实是我的问题 不能不能敲这个人因为 他那个 他有一个平民会走进来是吧 孩子还真不是我楼下的人的问题是楼上的人的问题 他有个平民会 他有一个平民好像是 刚看了有个平民会从会从这里走货走走走走 那个平民会从那边进来 那他先拿拿东西吧 暂时不下不了手 然后他站在这个位置 这样他寻到他等会寻到这儿来吧 看里面来不来人 其他人没什么变化 其他人他走到这儿 逃兵去把这个监控管掉这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敦煌等等等还是等的人 等这个人 把单头和无面两个人直接去 去里面侦查 警察也是要消灭的敌对势力包括警察 然后再给一个视野给他走廊上这样应该没问题 走廊走廊走 有一个 哎呀我想我想错了 我只想的是那个 就是敌方人员一般是不会跨房间巡逻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平民乱走 平民乱走是很讨厌的 你看 就这个人 平民是真的有时候很烦 他到处乱走 哎那个人下去吗没下去 他就到这儿他等会下回回来走进去 然后他要到这儿了他下回回走进去 到这儿了 对吧 他会寻到这儿 那这个我们在这儿等他 或者我们先处理到这个人 看情况啊 这边能过去吗 可以过去 那我这边先输了密码然后他过来 他们俩配合 因为那个人不是过去吗 他他是可以往走到这个地方来的 对吧他可以可以走到这个地方了 我等着要练食官敲他 他等会走到这个位置吗 对吧 这里应该是看不到的楼下 我现在应该是看不到的 完了以后 他去对付平民这个这个人上座去对付平民 他这个烦人的平民敲晕就完事了 但是我先要把这个 我先要把这个电脑玩一下 我先要把这个电脑玩一下 OK 他这个人会往那头走 他应该是在走廊上巡逻 对我们应该是直接过来 这个狙击手应该是不会动的 外面是机枪手 他是不会动的 固定固定手 这个逃兵先跑出来 然后逃兵去对付这个 去管这个 中皇等一下接人 嗯 然后楼上这个人他视野能不能看到下面 没有他没有下方式 转头的话就说不定 这里面没有人 可以进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个东西 两个东西 这还一个大家没看到 他们去哪 我们注意一下他这个视野他这个视野到这个 到这儿了 我们也走到这个位置大概是 蛋头向前增长 无面的话可以到那个里面去 这样应该没问题他不管怎么看不到这个地方 我们面我们可以往里面走里面的话看一下 这是个禁区但是这边都不是这边不是禁区 这里面是进去了 对吧这边都不是进去包括这个监控都不在进去里面 那么无面可以直到这边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想想办法直接进去 对吧 对的没问题 上座不要动 东华 东华可以站在这个地方站在某个角落里面 就是大家他走都看不到的角落里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很好 上面看不到下面看不到都看不到 躲在这个角落里面 OK可以 然后 亏镜的话我们看还要看哪边他会往那边走 他会往那边走我们再用亏镜找一下第3个特工找一下第3个那个 敌方特工 看在哪个位置 在不在这个里面 这里是看不到的吗 就什么都挡住了 数挡住卡车挡住了 天应该不会扎堆吧 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住了 应该不会扎堆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吧 因为敌方特工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出现那种没道理的地方就很奇怪 这边没有 OK那就先结束回合 要么他在防灯后在这个楼顶也有可能 这应该是一个平民 本来是个平民他会靠着墙休息 好然后 他把门打开 这个时候就是 他进去把这个人敲晕 然后他直接去那个里面把那个人敲晕 但我不确定的里面有没有人但是 没办法是能冒险 他先把门关上 把门带一下 直接跑到这个里面去 这有个人 直接走到这儿了 叫你乱跑叫你乱跑 叫你乱跑 OK 然后他把这个人背起来 直接就在背起来 直接往下运 运到下面以后敦煌接手 运到车里点 他重新上楼 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这个窗口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不要在窗口这边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就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走到一个 能一回合出入的地方比如这个地方 等一回合下会进去关掉然后再出来 就 没问题 然后 然后 战术归星看一下上面这个人 我来看看上面那个敌人会怎么走 上面那个敌方特攻 他往回走 我们可以稍微走的远一点让他根本看不到我们 对吧 他这个视野应该是多少格 也可以 从这走 他看一下他他能看到哪里 他能不能他如果没有下方视野的话就没问题 就把他有下方视野 往这边走的话如果这里面有特攻的话可能会我们这个特攻会比较危险我们先让五面走吧 五面你先到 到这儿来看看走廊 还是有点谨慎一点 看眼走廊 走廊好像是没人 OK 没人的话我们直接走到走廊的这个位置 不要 这是一个 平民 那就简单 这是平民 蛋头要么你别走 要么就往那边靠那边走走走走走远一点 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看不到的 应该超过八个 到这个位置 这里面是空了好像 是空了 那敌人特攻会在哪 可能真的会在三楼吗 因为这儿我没看到人 要么就在这 这个里面是禁区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禁区啊 因为这个里面什么也没有 看没有 哦 这里面有武器 应该是 对面据点的武器库在这个里面 OK我们结束 果然没有下放尸鱼 我们先那个 上座你先把尸体藏一下 然后去门口先去门口看一下看那个门安不安 先去这边看看这边安不安 安全什么人也没有 应该是除了这个地方看不到有了 然后再过来 把这个东西捡 OK好的 然后去看我们厌室官 怎么下来到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跳下来然后让敦煌来接这个尸体 敌方特攻会不会在外面这边巡逻呢 也有可能啊敌方特攻是不是会在这边 这里有个东西吗 你还这里有个 敌方特攻是不是在这边 还真有可能 你说还真有可能 那这个 严实官可以下来去那边侦察一下也可以 他先跳下来到这个地方把尸体 把这个 这个特攻换个手 下面人应该不会动吧 没里面的视野了 他在这把特攻背起来 他们俩换下手 很好 逃兵的话也是 一回合进去 把这个东西 给他关了 然后再一回合出来 然后再一回合出来 出来以后我们往这个 往这边走 逃兵来负责拿这个 然后 一面的话 等一下楼上这个特攻应该还是就是在原地巡逻罗罢了 对吧 你去罗的话 不对啊 那逃兵还是谁反正再来一个人扛事情 双子座他要去 对付这个人 就在这个地方埋伏他 垂晕以后把他直接背到 也是背到这个位置来或者背到 对就背到这 逃兵你不要走了你往回走逃兵来扛这个人 或者无面去扛也行 无面可以上楼啊 还是别吧 要逃兵去扛吧 无面我们去侦查一下这边 这里有人 点灯火是不是在这 还是点的不 兵在这 警察在这是吧 你警察为什么会守军火库 警察帮他守军火库是吧 然后再去那边看一眼 看眼这里 没有人只有一个警察在里面 OK 蛋头往这边来 侦查 这个我们来看这边吧 这边都拦住了被这个房子全部拦住了 马个蛋 什么都看不到 我可以可以看外面倒是可以看 里面根本看不到 有啥也没有 这有一个平民 对 验尸官先走 先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眼里面的这个情况 看有没有人在这个窗户边上盯着他 好像是没有 敌人都在这里 他直接把尸体扛到 扛到这个位置了 他直接扛到这个车里面了 漂亮 应时官直接到这儿来正常 既然他说这边没人的话那我们应时官可以走得大胆一点直接到这儿来 没看到人 要么在这儿 要么就在这里 无面准备去关这个东西关监控 先到这儿来看一眼 应该是没人之前我们已经侦查过了用这个 对吧 已经侦查过了这是谁 好敌人特攻在这儿看到了 这下看到 这儿 他关完监控马上过来解决他 对吧他们两个 呃我看他去关完监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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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决他 那这个逃兵你要准备也去接人 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看下是逃兵去接人还是 验尸关过去的话可能有点距离但是 如果有无面把他打晕的话运出来是不是会比较麻烦这边可能 路上是白人可能需要验尸关配合一下 因为这边运过来有点麻烦 他得走这个 应该得走外围这边过来 稍微可能会有点麻烦 呃然后呢就是 蛋头你去解决这个东西 绕到后面去 或者接在这个窗口也可以 双子座你要 去这个房间里埋伏 埋伏那个外面走走楼上的人 事业往这打 张会应该是看不到的 能先把走楼上的事业打干 啊狙击枪可以使用一下就是有些 比如说这个 这个里面这个人我都不用去敲 只用狙击枪就可以解决 这个群罗的应该在这 无面 他往那边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要不要动 他往那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四五六七八八个到这 龙黑先进来 这的话什么也看不到我 就算回头也看不到 漂亮 东方还是先 找一个隐蔽点的地方 别别这么 明显对吧 找个角落蹲一下 他往这边走到这个地方 那他直接过了 不知道会往哪边看 他万一往这边看的话 应该也看不到 三四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八 到这 那我在这个路灯这里应该是没问题 那么 警察警察只能看到这个位置 用担心 看下这个警察这个警察两个人了 这里一个 这个那个保护酒的那个重装兵三个人了 然后再三个特工那还有两个敌人没有出现 我看会在哪里 还有两个点 一个八个人 然后无面先进去把这个 这个关掉 好 他往那儿走 怎么也看不到无面 我们要在这等就行了 或者我们移动到这个地方 等它好过去 嗯 嗯 箱头过去是两个移动点 但是有点 楼上二楼这里我们没看到那个 这个 二楼这里没看到那个人啊 先说一句 放座你先到这个门边上去看 是不是有变化 变动他寻的路行是不是有变动 你看没看到这个人 应该是不是寻到这个里面去了有可能 寻到这个里面去了 先看看这后面有没有人 后面没有人我让我们直接进去 OK 他站在 他他直接去这 躲在这个里面 还是一样的 套路 躲在这个里面 或者等下躲到这儿都行 方子座你就等在这等着 蹲晃不用动 还是背对我们 但是楼上这个 特工 哦是没视野了吧 没视野 再看一眼 这回应该好了 还是没看到人 这起来怪了 我操 刚刚看他的这儿熊龙怎么现在一个人没看到 再看门看一眼 还是没看到人 他这个巡逻路径有问题 他是不是到这个里面去了 还是到哪里巡逻去了 他这个巡逻路径 太诡异了 没办法我们只能先对付他了 这就简单多了 这就简单多了 漂亮 快点过去 直接跑过去 他到这儿了 他往这儿走到也看不到我们 我们在这个窗户这一个 但是我觉得双子座这个 我们可以走一格到这儿来 如果不行我们再回来 对吧 走廊上没看到人你看 果然在里面 他等会走回来 然后再走回来 ok 等两回合 走一过一段 应该走 应该是这样的 早知应该在那边就埋伏他 没事我们再回去 在这儿埋伏他 他可以跨过去到这儿来没有必要他主要就给个视野逃兵到这儿接人然后给个视野到时候无面把这个人扛了以后他们俩看无面看怎么出来这个地方会不会有 我现在在这这一回合不能用 我现在在这一回合不能用 我现在在这一回合不能用 这里不知道会不会有有卫兵啊 弹头在这儿 那出去一下到这边来看看 看看有没有敌人的卫兵在这个 最好是把别人卫兵的位置全部找出来 直接从那边出去 没有 没有 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 把特攻背了 然后准备走 其他人配合一下 弹头先到这个位置来 把兵的卫兵的位置找出来 应该没有了 是吧 那估计一层是不是没有卫兵了 验尸官直接去这个里面看看吧 这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拿东西 再看里面有没有人 这里面也没有人 对面这个防守其实很宽松啊 感觉 还有一个警察在这儿 还有一个警察在这儿 下火他会走到这个地方 正好背对了门口 敲晕之间呆走 从这儿走 他到这里来 他要从这儿跳起来的话 他得到这儿来看这边的视野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警察怎么弄 从这儿过来 也可以 那等会儿弹头 还要上三楼对吧 我们还要上三楼 谁去上三楼 怎么上三楼 上三楼走这边上三楼了 等会儿双子座 狗玩人直接从这儿爬上三楼 这里有个梯子我记得 梯子没了 这个图把梯子取消了 就这儿有梯子 不能直接往上爬山了 或者什么 好像是的 梯子给删 这个图把梯子删掉了 只能从这儿走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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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大问题 好 OK 三个文件四个战利品我们再检查一下 首先是这里有一个文件和一个战利品 可能有两个文件在一楼 两个位置反正是一二 然后是三四这里有两个东西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应该没有了 那还有两个卫兵是不是应该是不是都在 过去可能都在都在三楼 目前我只看到六个敌人 我就怕变压器那边还有还有敌人的卫兵 那就他就有点麻烦 感觉怎么总感觉漏了东西 这儿一个东西就说了 忘了这儿还有一个秘密文件 当时我去取 取完以后他去对付一楼警察 这个 逃兵在这儿还是等 一面的话 先往前走吧 看看 这边我希望没有人 没有人看的话就OK 有人看的话就麻烦 OK 没问题 他准备去上上楼 从哪上标 从这可以上二楼 然后再下上三楼 可以 双子座把人扛到先扛到这个位置 等会跳下去 这边应该下面看不到 就逃兵看一下这个给个视野看里面就行了 他不会走 他也不会走 他也不会走 你们这两个人应该也不会走 那没问题 他的话 这边好像是没有人的 我们直接先走到这个地方 这边是没有人的 这边搞完了 然后直接去对付了两个警察 然后就能过去 厘师官上楼 然后再从那爬上去 应该跳下来是没问题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有点开阔 如果那个人下个火要动的话 这边背起来 这个地方 下回合 他是会被看到的 所以这个位置 放得不好 他还可以先进去 到 先到这个下面看 他不会动 他不会动 他在里面 他在外面 可以 那没有问题 他不会动 我猜我猜是誰的 OK 那就要安全了 他們全部飛過來就行 这边就没事了 然后就是 就是厌食官去三楼 他可以直接进去 反正已经没有 没有人能够认出他的人了 他直接进去 看看上面是什么情况 沿途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 都是固定少 但是很不幸 他们视野 他们视野不是 不是互相那个 他看不到他 他们视野是被这个柱子挡住了 这就轻松愉快了 他的意思是八十几点 对吧 我们等一下上一个聚焦 也没关系 不用上聚焦 甚至我们都可以把双子座叫上来就行 先让他上这边去 方舟先做一件事 方舟可以对付这个人 对付他 弹头你先去对付这个这里面的警察 等一下 一个警察 两个警察 杀 四五 没错 全部在这 这几个人不要动了 看着啊 他先到这了 把他打匀 他们俩反正都不会动 你看 走到他面前了 下个回回一点意识 对吧 单头 两个人到这 那就到这 等我进去把这个人敲匀就行了 就在这个地方 等着就完事了 他这个意识回复的很快 我们这个验识官 搞定 然后再站在他边上 等会先把他藏 然后等会再去把那个人藏 然后我们这个双子座直接下楼 配合这个准备对付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可能要两个人 需要敲了马上藏 弹头一个人对付他倒是没问题 弹头一个人对付他倒是没问题 但是对吧 那个人他等会往那边走 没问题 1983年 我们弹头直接出来到这个 到这个警察这边来 当人家面进去居然都没问题 好 好 这个双座也过来 等会就是劝他们不注意 一敲一敲一那个就完事了 人事官先把这个尸体处置掉 把那个东西拿掉 然后再对吧 准备把另外一个尸体处置掉 然后就撤离 把特工干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难度 还有一个在哪 还有一个在里面是吧 哎 他还可以拿东西啊 我该全部收集齐了 OK 没有问题了 他可能会看到 别急了 他先到这儿了 把尸体清一下 然后就作人 尸体还是要藏的 他能看到这块地方是吧 击倒会被马上被发现 他能看到这儿 等他走开 再等一回合 我们再围住就行了 他不能走了 那我往这边走一遍 那往这边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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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们走开 马上可以开始行动了 马上可以开始行动了 这游戏 反正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掌握玩法了 每个潜入认为 你只要先搞定特工 剩下的就轻松一个特工 好 不能走那边 那边是进去 从这儿出去 还有 认识官路图就比较遥远 他得从 你得行下到二楼 然后从这里跳出去 給個發力吧 人體改造以後好像確實不錯 他意識回復的挺快的 每一回合都能敲 他可以連續 不是每一回合敲 他可以連續兩回合 就是每一回合敲一個人 還是挺給力的 我都忘了叫Evac 這個其實應該提早叫的 不然又要等 其實應該提早叫的 剛剛把警察敲完就馬上可以叫 結果就要等車了 他們這三人一直淋雨 背著人淋雨淋了這麼久 還要等兩回合 都拉起了 等兩回合 車來了就走 為什麼那個燈還漏電啊 我的天 走 洗腦過程十分順利 大半還活著 我們釋放了他 他不會向上級報告這件事 因為他很清楚 這會要他的命 他會假裝若無其事 其實他也不記得整個流程了 我們認為他很快就會返回第一次報告了 他的不記得這個流程還行 敵人生命值低於進攻者生命值是簡單而出完 才能這樣也記得啊 我是簡單難度 抓了三個人 ok 新化合物bma 下次再看啊 我們直接就看 首先一個把把人省了 他會什麼 終極襲擊調查 先來把人省一下 完了以後再分析一下情報 這個情報已經齊了 靠爾夫球場熱門景點 圖像固 時代圖像固 什麼時代圖像都買了 靠爾夫球場 靠爾夫球場 不在這兒嗎 熱門景點 電擊石 UFO崇拜者 石草 鬼屋 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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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草 電擊石 時代圖像 好鄰居就是 好鄰居 好鄰居 這樣這個也齊了 長刀露營園 半山公寓 沒有 新手司機 刺客 弗拉德 開拓者 南竿 第三方向 刺客弗拉德 拳擊手 付費電話來電 沙克馬考夫 8t3和會 那這不就是 就沒有其他情報 這就是假情報 這還用說 這明顯假情報 什麼都沒有 走開 羅伯特漢森 承辦人 這這這 你們這些東西先放一起 這假情報放一起 承辦人 沒有 人心天橋自由之子 假警察 沒有 這這 19 22 兵 最後 防線 什麼什麼 障礙物 新手司機 獵頭者 猟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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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熱 全擊手 匯聚 全擊手 這 這 19 19 19 在這 19 在這 承辦人 我們在 我們在這 這個放一邊 這個 這個 這個也用完了 這個也用完了 OK 狂熱 狂熱者 藍杆 一氧化物 什麼什麼什麼 狂熱者 在這 一氧化物在這 找到了 南竿 南竿 PCP障礙物 南竿 在這 OK 障礙物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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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下 這下騎了 人也找到了 OK 好 所有 所有東西都 都調查完了 都調查完畢了 人體感到是出了兩個 一個是BMA BMA也可以 BMA也挺好 BMA好像都加 對吧 這個D什麼什麼也都加 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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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不是 是說 用完以後就 就不能用這兩個了 是這個意思嗎 組織號 是不是這個意思 用完這個就 另外一個就不能用了 還啥意思 看一下吧 它是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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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7882 哇 這兩個都可以用了 我感覺都會都很強 對吧 那那那你繼續再再強化一下 然後 把把把南哥送回來 南哥也來強化一下 不要玩了 別玩了 然後這些人先送出去 什麼什麼什麼 蛋頭敦煌 先送出去 雙子座也送出去 還有是 驗屍管 驗屍管要強化的 無面和逃兵在這兒 沒問題就這樣吧 無面也可以去俄羅伯 都可以 不管那就這樣了 那這些就這樣吧 這些玩的挺久了 前面 搜尋資料挺久的 呃 感謝大家收看這視頻 我是靈希 我們下期再見